为了给同学们安全的校园环境 新北市万里国小在开学之前 就进行了完整的校园安全检查 针对同学们在活动的时候 常常会碰触到的邮据还有场域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就是希望可以让同学们回到校园的一切作息 都可以安全没有顾虑 周三就是开学日了 学生睽围三个多月再度回到校园 为了给学生安全的校园环境 万里国小在开学之前进行了校园安全检查 针对学生活动时常会碰触到的邮据以及场域 各个角落都不放过 就是希望让学生回到校园的一切作息 都可以安全没有顾虑 学生的安全是学校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波的疫情 小朋友已经三个半月没有回到学校 那在往年开学之前 学校例行性的都会做校园安全的检查 从游戏器材的稳固 到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偏僻角落的巡查 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例行性的工作 那我们期待可以让家长在防疫的当下 不仅仅让家长知道 我们已经为防疫做好了各项的准备 校园也一样准备妥当 安全地等着孩子们回到校园 幼儿园的邮据全新落成 不过因为校园位置靠近海边 教材用具都容易被海风吹袭而侵蚀 因此每一个螺丝卡榫的检查都不可以放过 而其实万里国小的校园安全检查 并不是只为了开学才做 是每个月都会进行的例行性检查 因为我们这边的东西都很容易生锈 所以我们全部都用不锈钢的 所以开学之前都会像这样做一个例行性的检查 没有 每个月都会检查一次 昨天已经走过一次了 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每个月都已经走过一次了 虽然目前阵风疫情二级警戒期间 校园中有不少的场域都还没有开放 不过安全检查依旧是不能免 除了邮聚还有校园的公共活动空间 也要实际的行走过一遍 以孩子的视角看场域的安全 不放过每个角落与细节 就是希望孩子在校园中都可以快乐安全学习成长 记得好品和万里采访报道